我們先跳開一下 就來講講北市幼兒園狼屍案好了 好不好 我想要請教主委員 就是衛福部呢 這個因為惹出了爭議嘛 被說到說為要求保護加害人隱私 那他們說會在一個月內來邀集專家 媒體代表在兒少全法修法完成前 會訂出一個例外事件媒體報導原則 這一次的台北市幼兒園狼屍身份 都給被揭露了 可是呢 其實這次媒體人 謝奧州他也講到 那之前這個月初 高雄爆出也很誇張的狼屍性侵16位學生 請問我們有看到揭露了這個 加害者跟狼屍的身份嗎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呢 其實在講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難過也很生氣 生氣當然是這個犯情 難過的是這麼惡劣 這麼可怕的案子 我們的政治人物 還在那邊政治口水 尤其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的一些立法委員們 今天票選兩個 前兩名的 我認為兩個都是民進黨的目的 一個轉移焦點 一個剛好棒打這個獎科 兩個都是一減二個 沒拿減三個 又可以棒打獎科 又可以轉移自身的問題 何樂而不為 可是這個就很沒良心很過分 你們不是在心疼小朋友 不是在這個氣憤這種狼人 不是狼屍不要再用屍了 他們是狼模 而是在這個時候 哎呀抓到機會了 趕快反手為攻 把它當做政治操作 所以這個狼模沒有人性 然後在政治操作的 這些政治人物也很沒有人性 這件事情涉及的不只是報導 揭露的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很多關於 兒童犯罪的一些 加害人的一些 過於保護的問題 我們知道說 台灣的刑事犯罪是屬於 無罪推定原則 也就是在於 你起訴定罪之前 我們都認為你是無罪的 於是把你當做無罪的保護你 然後讓你一樣正常的生活 OK 這個聽起來沒有錯 因為他還沒有被定罪之前 我們總不能說 你就不能工作 你就不能怎麼樣 可是如果今天是平等的 假設他是這個暴力犯罪 或是他是什麼偷竊犯罪 他的加害對象 也是我這樣子的大人 那我沒有話說 大人可以保護自己 那無罪推定原則 我不能說我告他 他就是有罪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兒童犯罪 兒童犯罪 無罪推定原則 常常就會保護這一些 加害人 在這一段時間 定罪起訴前的這一段時間內 他形同可以繼續犯罪 今天的這一件事情 某一個程度就是這樣 我們後來發現了這600段的 600個影片裡面 有很多就是這一年內 也就是他其實有被發現之後 他還陸續的在做這樣的犯行 那當然前面一段時間 檢察官是不起訴 他不起訴 可是即便你抓到了 那個在他起訴定罪之前 這個狼師 他一樣可以繼續在這個幼兒園工作 我們沒有任何的法律 可以禁止他去接觸小朋友 這個是現行的法律問題 所以在探討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無配應你是立法委員 很多現在是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們在看討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們要趕快思考的是 法律的修法 而不是在那邊 坐在那邊說 蔣萬安不對 柯文哲不對 任何一個縣市首長 哪怕是陳其邁也好 或是賴清德也好 你都不可能做到 你這個城市沒有壞人 沒有犯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不可能因為有一個犯罪 我們就說賴清德無能 陳其邁無能 如果這樣子的話 早在城中城過世 四十幾條人命的時候 陳其邁就該被關了 不只是下台 他應該被關 但是我們不可能去 因為任何一個犯罪 或任何一個公安 就說這個市長是有問題的 可是今天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去檢討的是 在法律層面上面 我們對於兒童犯罪的人 是不是可以犧牲一點大人的人權 去保護兒童的人權 也就是任何兒童犯罪 他只要經起訴 即便在未定罪之前 我們就可以要求他 不得再接近兒童 哪怕犧牲一點他大人的人權 那是因為小孩子的人權 小孩子沒有辦法自我保護 那這個才是這一件事情 而且是異兒在債兒三 兒童犯罪事情之後 這些立法委員們 這些大人們 你們應該去思考修法的 你們每個月領政府這麼多錢 你們每個月領人民這麼多錢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們除了去怪東怪西之外 你們的正職是修法 你有沒有去修法呢 你說蔣外沒有盡到市長的責任 你說柯文哲沒有盡到市長的責任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你們又盡到什麼責任呢 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 兒童犯罪不是第一次發生 而且兒童的再犯罪 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那你們這些立法委員都是死的嗎 何況有一些是資深的立法委員 你們都在幹什麼呢 我自己前陣子接觸到的一個澄清案 就是這樣子 一個兒童性騷擾的再犯 居然一樣可以在下課之後 出入校園去接觸在校園裡面 運動打球的小朋友們 可是我們沒有任何機制 可以把他的相片 公布給學校的保安保全 說這樣子的人 你不可以讓他進入到校園 沒有 我問過教育局問過警察局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的立法委員應該要很忙才對 而不是閒閒沒事做 每天罵人 何況這件事情無配一直可笑 他在2022年 2021年的時候 他是台北市議員 這個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2021年 那個時候他也是台北市議員 他連那個時候的市長 是柯文哲他都搞錯 他講成蔣萬安那個時候沒有處理 大家就在開玩笑說 蔣萬安要 蔣萬安錯了 蔣萬安罪該萬死 他不應該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沒有去行使台北市長的職權 對 第一個 吳佩義那時候是台北市議員 他搞不清楚自己的市長是誰嗎 第二個 從2021年到此刻 這幾年之間 那你吳佩義又做了什麼呢 現在你去蹭這些悲劇 你去蹭這些小孩子們的傷口 來當自己政治的紅利 跟政治的工具 而不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透過法律 可以去保護下一個孩子 上一個孩子我們保護不到 已經是我們失職了 我們要如何去保護下一個孩子 如何去讓下一個 這種兒童犯罪的加害人 不再接觸孩子 這不是才是立法委員的職責嗎 所以在講這個案子的時候 昨天也有媒體打電話來訪問我 其實我不想要再去政治口水 怪誰怪誰 我甚至不想再去怪 這個科前市府 雖然說這個周餘修說 他們窮盡一切可能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你告訴我 你窮盡哪一些可能 你也沒講什麼 你就說我窮盡一切 但我覺得都不重要 重點在於沒有人 可以讓一個城市臨犯罪 可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立法委員可以做到的是 盡量利用法律 讓我們的安全網 一層一層的跌上去 蔡英文沒有做到的 你賴清德總可以做到吧 你以前的立法委員 沒有在做的事情 你現在立法委員還要忙著 偷開鎖 繼續打架 繼續在那邊推門推擠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的豬公們 不要忘了你們才是執政黨 有很多東西 是要從立法院 有很多東西要從衛福部 要從中央開始著手 不只只有媒體的揭露原則而已 不是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我們要如何限縮一點大人的人權 來保護小朋友的人權 我覺得立法院趕快動起來吧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該讓兩點!